HELLO 各位升級E會員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CastTalk的時間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談談最近非常夯的電動車 大家好 我是Eddy 我有28年的G7的經驗 大家好 我是18 剛好就是最近也剛訂了Tesla 大家就是極力推薦現在是電動車 不錯 然後 老婆比較弱就被說服了 也沒試乘也沒試駕就買了 這麼酷 那你都不擔心那個車會不會有什麼使用商的問題 所以今天來問專家 我們今天聊這個所謂適不適合購買 第一個是看你這個買的車的目的 買的車要適合自己使用 第二個是電車的關鍵是充電方便與否 電車在市場上繼續發展 應該是最近大概8年到10年左右在國外的盛行 去年跟近年在台灣是異常的熱門 因為這個Tesla的Model 3的大量銷售 大量掛牌 增加了這個市場的熱落度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台子 像Sundleaf 或者是我們講的 Jaguar的iPad 然後再來就是賓士的EQC 還有BMW的iSundleaf 請問一下他的官方續航列 一樣的可信度高 有一個續航列是這個規範叫做WLTP 那這個就是一般這個歐規車大部分用的續航列代表 另外有一個叫美規的EPA 這兩個單位不一樣 美規會比這個WLTP要嚴格一點 大概就會打8折 因為我們的台冷氣會有其他的操作 都會有一些機電的運作 約律跟汽油車一樣 它的行駛可能是打8折 但是因為電動車的好處跟汽油車又不太一樣是 電動車都會有一個 即時針針的剩餘行駛里程 還有的車型它會有一個這個地圖 就是會顯示你的行距離範圍 配合這個導航地圖 我們可以知道你的範圍有 有沒有充電站 會降低一天充電的焦慮 這樣充電起來到底方不方便現在 好 像這樣前上禮拜 還有那個爆炸的 到底安不安全 這個爆炸應該是意外 不會常常發生的 應該說常常發生這個車廂就要被檢討了 車廂好像說它有超級快充 它這個大概是業界 其他做電動車平台目前做不到的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是充滿發生的電力 那它的總共是有 有超級快充的地方 晚上聽說都有很多車友在排隊 根據我們看的一些資料顯示 假設家裡有安裝充電裝 其實是這個使用電動車的滿意比較高的 18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你充電什麼充電 就是我家剛好旁邊 就是有那個樹林秀台 可以在那邊充 然後就盡興了 走路就會三分鐘就會到 那我還想問那個專家 開電動車好像就是 只要換 東阿伯才要進去 不然其他時間都不用去維修廠 那我記得特斯拉都有一個 定期旅程的保養 你應該講就是說 你的高旅程 或者是高時間運作不明以後 一般來講 油車需要有一些 期待一些引電的更換 這個問問在電動車完全沒用 我補充一下 電動車其實 扭力都特別大 除了煞車比之外 它的輪胎的耗損 其實也比一般車還大 有別於傳統汽油車 或柴油車的加速 高能力感 尤其特斯拉這個標榜 那個所謂 10到100加速 的這個數據 其實都已經是超跑等級了 比如說一靠胎 也許兩年 一般的使用者 但它肯定比較很快 所以我覺得 FIT換得比較快 開電動車真的比較環保嗎 包括它總體的養護成本 真的會比一般油車還低嗎 你從個人天天要開車的時候 所降低污染的這個方向來看 它直接是環保 但是我們不得不提到說 這個電池本身是一個污染物 從製造到它一直到回收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專業人的回收 不然會造成 引發保的污染 18你會直接考慮買Model 3 其實你完全不會考慮到 其他品牌這些 傳統車廠轉型做的電動車 那時候會買Model 3 主要也是因為它 購買方式 很像我們年前的那些 只是廣購點一點 它就下單了 更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已經很透明告訴我說 有很低的利率 就可以買到它了 那攤下來其實 很輕鬆不到兩萬塊 月入特斯拉 而且全額帶 就讓我很心動 訴我直講 就很多人會覺得 以傳統汽車的角度 會覺得特斯拉它的 完裝品質 甚至一些公差 包括內裝的精緻度 都不如傳統車廠 我很單純就是 我喜歡買東西 例如說現在電動車第一品牌 然後就是特斯拉 其他你完全不考慮 其他因為我還是反過來 我會怕充電的 特斯拉能充只要規格服務車廠 別的車廠的也是可以裝 這我真的不知道 這我補充就是說 我們看 就是像加拿機有一行車 就是300多萬機票 EQC也是300多萬 然後再來就是 i3 這個車型 這個不是太大 但是也是200多萬開始賣 都沒有這個所謂 有100多萬開始的 Model 3來的吸引人 應該說不意外的 在3月份我們看到 2000多的產品 的話都是一部罷牌 這個的確是產品力的累積 旅程焦慮的問題 充電不極度的問題 規格的問題 我覺得都是目前 還是需要課題 台灣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算是充電的資金業者 他們有一些App 他就會標示說 你的距離你多少公里的地方 有什麼樣規格的充電站 但是目前都沒有沿線 也沒有在充 不知道 但我聽說呢 這個軟體在今年2020年 將會完成所有的 所謂充電樁的連線 所以他可以在手機上 看這個充電樁是不是有在使用 或甚至是預定 預約這個充電樁的使用 那像我們的試駕經驗 都有時候會 油門或者說電越產越爽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也很快就沒電 在你剩餘的電量 也只不太夠 到充電的位置 它其實應該會有 一種特定的警告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應該說自己要留意 自己的攝影器 跟攝影電量 非常謝謝 Eddie跟Spa 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那往後我們還會陸續推出 有關這種愛車用車的內容 也請大家持續關注 Cast Talk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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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